Hello,大家好,最近是Holiday season,相信大家也会特别的满,对吧? 但是你就因为Holiday season比较满的话,很多时候你会犯错 最近我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把一个国际的跟那个Domestic Party的那个快递搞乱了 我把美国本土的快递寄到那个国际的快递,然后把国际的快递寄到美国的本土 这两个都是priority的,其实价格也挺贵的 然后我就上了那个USPS的官网去看了一下 我尝试去record这两个package 然后的话,它有一个选项的,然后你就输入你的那一个checking number 你就会显示这个包裹是可不可以record的 然后的话,我发现Domestic,美国本土的这一个package是可以record的 但它record的费用是15块5美元 国际的这一个快递是无法record的 然后我也去了邮局去问 然后那一个supervisor给我的建议是 我可以尝试去给,就我这个包裹是加拿大的嘛 它让我去联系加拿大邮局 让加拿大邮局收到之后呢,会退回来给我 但这个费用就得跟加拿大邮局问了 那通常来说这些的话,退回来都是不需要有费的 但特别的麻烦 然后的话,我的建议呢 就如果你这个包裹的利润是在15美元以上的话 本土这个呢,我就会record回来 然后我就会把这个包裹record 然后的话,再给这个客人寄一个新的包裹 因为的话,如果客人收到了 他发现这东西有问题的话 很大机会,就Holiday 大家都是非常期待收到这个包裹嘛 对吧,如果收到之后一打开的话 那个东西不对 他可能会给你留差评或者complain 这个风险的话,我就不建议去承担了 但国际这个呢,我就觉得太麻烦了 我就要那个客人收到 或者我会先联系这个客人 跟他说,我给你寄错包裹了,对吧 你收到之后呢,我会给你那个returned label 你把东西寄回来给我 然后的话,我再把这一个产品 就是原本这东西寄给你 这个就得看你这个本身的价值 如果你是很便宜的东西的话 你就再给他那一个,发一个 就是原本他买的东西 然后他收到之后呢 再让他寄回来给你吧 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